故意放水,中国女排输日本后,听听张长宁怎么说,蔡兵该懂了。 最近中国女排在与日本队的比赛中遭遇了两次势力,这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。 有人指责中国女排故意放水,以让日本队取胜。 然而,现任队长张长宁在赛后表示,这绝对不是事实。 张长宁强调,中国女排并非故意输给日本队, 比赛结果反映了球队在临场搭档和大赛经验的方面不足。 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之前,这样的比赛经历对于球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。 他指出,球队在默契度和配合方面仍有提升空间,尤其在接发球和篮网方面存在较多失误。 在赛后采访中,他提到球队在比赛中的配合上需加强,尤其是在接发球和篮网方面存在许多失误。 这导致了他们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。 这一评价直戳球队技术上的短板,而非简单的放水问题。 作为主教练,蔡兵被受瞩目和质疑。 球迷们普遍认为他在比赛中的战术调整不够及时和精准, 面对关键时刻未能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。 在接受采访时,张长宁也提到了,作为教练,蔡兵应该更敏锐地察觉比赛中存在的问题, 并迅速做出相应调整,而不应固守原有打法。 球迷们对蔡兵的质疑声愈演愈烈,有人甚至要求他辞职让位给更有经验的教练。 然而,我们不能忽视的是,球队的成长需要时间, 特别是在重要比赛即将来临之际,任何决定都必须慎重考虑。 总的来说,中国女排连续失利并非故意输球, 而是因为球队在技术和战术方面确实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。 作为队长,张长宁勇于指出问题所在, 展现了她作为队长的责任和担当。 作为教练,蔡兵也需要在未来比赛中更加注重细节, 及时调整战术,带领球队, 走向成功。 球迷们寄予中国女排很高的期望, 希望球队能够从连战败中吸取经验, 吸取教训,不断提高水平, 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。 中国女排依然具备强大的竞争力, 只要全队共同努力, 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对此,大家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。